主编,朱邦玲,优胜劣汰,逝者生存,是当今世界生存的规律,一切都有竞争,有竞争自然会有排名。 当然,富人关心的是谁更有钱。 福布斯富豪榜,每年都会将世界各地的富豪进行排名。 2019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的时间,但关于富豪的话题从未停止过。 很多没有钱的人,在讨论别人身价问题时,表现得津津乐道。 大家都知道,2019年,亚马逊贝佐斯荣登世界首富的宝座。 即使经历了一场世纪离婚案之后,贝佐斯以一千亿美元的身价,依然位居第一。 只要学过地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七大洲,经济比较发达,并且人口较多的非亚洲莫属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发现了,在富豪榜上排名较前的大多是美国人,而其他地区的富豪其实并不多。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看看世界各大洲的富豪,到底包含那些人。 穆克什安巴尼亚州首富 2019年 华人首富的头衔,一直在改变。 起初,阿里巴巴的马云,以2600亿元位居榜首,最近却被恒大集团的许家印超越。 其实亚洲最富有的人并不在中国。 在去年网际网络和房地产行业,遭遇严冬之后。 亚洲首富之位已被异度的穆克什安巴尼夺德,并以543亿美元的财富,位列世界榜上的第12名。 穆克什安巴尼的财富一部分来自继承,但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专门从事石油、纺织品和零售业的现实工业的创始人。 贝佐斯每周首富 亚马逊 贝佐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当然也是每周最富有的人。 贝佐斯连续第二年荣登榜首。 贝佐斯的财富,主要来自他所建立的亚马逊。 亚马逊成立于1995年。 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 在贝佐斯的领导下,亚马逊从一个显为人知的线上图书销售商,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并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亚马逊帝国。 目前,亚马逊已成为全球商品品种最多,并且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的电子商务平台。 现已成为世界领先企业之一。 随助云服务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 亚马逊的云服务,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云服务。 贝佐斯的崛起得益于亚马逊的稳定增长。 据业内人士称,如果没有意外,贝佐斯在未来几年,将继续稳夺世界首富之位,伯纳德·阿诺特欧洲首富。 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位富豪,但对他的品牌肯定很熟悉。 他建立了LVMH奢侈品帝国。 伯纳德·阿诺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法国人。 阿诺特所有的故事,都是从收购一家面临破产的纺织集团开始的。 1983年回到法国的阿尔诺,抵押了家族企业的全部财产。 买下了加一倒闭的纺织集团迪奥。 阿诺特耗时两年时间,把迪奥打造成一个国际奢侈品牌。 1987年,阿诺收购路易威登,随后成立了LVMH集团。 阿诺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富有的人,同时荣登欧洲首富之位。 阿诺特在奢侈品行业,被称为点金圣首。 2019年,他以917亿美元的身价超过沃伦巴菲特,成为世界前三大亿万富翁之一。 仅次于贝佐斯和比尔盖茨,他一手建立了路易威登奢侈品帝国。 作为奢侈品的专业收购户的阿诺特,其财富自然远超他人。 阿里科丹格特非洲首富。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非洲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 那么非洲最富有的人,到底有多少钱? 纳吉利亚集团的董事长,是号称非洲水泥大王的阿里科丹格特。 据了解纳吉利亚资源丰富。 土地肥沃,在财富积累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在2019年,阿里科丹格特已拥有105亿美元的财富,并连续8年跃居非洲首富。 但由于公司股价下跌,其资产自2018年以来,已下跌近20亿美元。 吉纳莱因哈特大洋州最富有的人。 吉纳莱因哈特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虽然她的父亲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矿产。 但最终留给她的,却是一家经济不景气的矿业公司。 经过她多年的努力,将该公司打造成了矿业公司。 2019年,吉纳的身价达到了159亿美元,成功成为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 据调查,吉纳莱因哈特每秒的收入超过6万美元。 众所周知,中国首富陈丽华在北京拥有一条街。 但听到这个大洋州首富秒近6万美金,让我们不禁发出感叹。 这也太厉害了吧。 看完各大州最富有的人之后, 尤其看到秒入6万的吉纳莱说, 小编瞬间感觉自己穷得可怜。 不知大家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本文由新兴国际原创出品。 未经许可。 任何渠道、平台请勿转载。 为者必究。